他會有流年的一顆陀螺金放在這邊 任何來的投資機會通通都不要 碰到好的主金或對的主金 幫助我可以去解決這個陀螺的問題 明年呢 2022年 2022年 2022年的流年在這邊 然後呢 他的財博公會在這裡 因為流年的天干走刃 所以他會有流年的一顆陀螺金放在這邊 這表示什麼呢 就表示說明年外界環境 會讓你在理財上面 或是錢的這件事情上面 會有一些讓自己 可能籌疏 舉足不定 或者是說 有一些煩心 或有一些覺得錢財上面 不如你如意的一些事情 脫脫性的感覺就是這個樣子 我不曉得我該要做哪一個選擇 我錢該花這邊還是花這邊呢 那總是在選擇了很久之後 最後 你覺得花錯地方 財運不順 人生怎麼會順 在書裡面呢 我們會告訴你說 你用自己的命盤 去挑損自己最好的財運的時間 自己適合的比財方式 怎麼利用自己的命盤呢 去做簡單的財運的一些佈局的方法 希望大家的支持 你會不曉得說 我今年到底 應不應該做這些事情 到底應不應該把錢花在這個地方 或者到底呢 我今年做的這個投資 到底合不合理 或是對不對 那當然 有煞心在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要看那個主心 我有沒有碰到好的主心 我對的主心 來幫助我可以去解決這個陀螺的問題 所以呢 明年呢 所有人的功課都是這個樣子 那是不是明年所有人的運都不好呢 理財都不好呢 其實也不盡難如此 如果說 你的本命盤命功剛好在這邊的話 而且你剛好又是 任年出生 你有個陀螺心在這邊的話 通常啊 你在理財上也就會比較 常常會有這種 由於跟醜疏不定 然後去選錯一些標的物 做錯一些決定 這樣子的天生特質 脫螺心在這個位置 而如果這個位置才不夠的時候呢 這條線上面 這條線上面 會有哪些祝核 第一組的組合呢 第一組的組合呢 是日月太陽跟太陰 它可能是太陰在這邊 太陽在這邊 或者是太陽在這邊 太陰在這邊 如果說它是太陽在這邊 而太陰在這邊的時候呢 這個位置啊 因為碳跟太陰 都是處在於一個 不亮的一個狀態 那傳統上面來講 就會告訴你說 這基本上啊 就是一個 你會覺得 無力的狀態 然後日月在對拱的時候 都有那種奔波勞心勞力 勞心勞力呢 然後亮度又不夠 就會讓你覺得 好像 你做了什麼事情呢 都沒有辦法有 可以預期的效果 或是你期待的效果會出現 會有這樣子的情況 那在補上這顆陀螺心 坦白說啊 我們就會建議說 明年的你在理財上面啊 應該是要專注在你的本業上 而不要去做一些 無謂的投資 因為你可能就會 勞心勞力就算了 而且呢 還會選出投資的標的 如果說啊 它倒過來 倒過來 是 太陰在這邊 而太陽在這邊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 因為它是望位 那這個太陰星 基本上呢 它在斗數裡面算是某一種財星 如果說 你在這條線上面呢 除了這個流年的陀螺轉 沒有其他太多的殺星 而你的太陰星本來就 有路或是有權 那或許 你可以去在 審慎的評估之下 然後去做一點點的 小的生意 跟小的投資 那這個是可以的 通常啊 在運線上 看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其實都有那一種 因為 舟車勞頓 然後因為那個奔波 而產生啊 損財或 勞累 或是需要 不斷的做跑來跑去這樣的動作 可能出差 可能到外地 不斷的在 變換自己 的居住地 跟變換自己的工作地 或者是不斷的 需要聯繫各方 這樣子的狀況 這樣子的狀況 會是你在 明年賺錢的由來的方式 通常在這組的時候 這邊會是天總跟天良 你就要去注意到說 你是不是 做類似的工作 如果你希望 你自己的財運狀況要好的話 那其實你就要 盡可能去找一個 讓自己 可以不斷的奔波 跟人與人接觸 這樣子的行業 那才會有 比較多賺到錢的機會 那當然不可否認 因為有個陀螺在這邊 你還是會有 可能在這過程中 會有總套財務的機會 還是會有糾結的機會 但是呢 這個時候的銅樑 他剛好會有個路 只要你的對公 不要有煞行 通常在這個時間點 你也會有很多 老天給你的賺錢機會 跟很多的貴人 那第二組 七薩跟聯斧 那一樣的 他有可能七薩在這邊 然後聯斧在這裡 也有可能倒過來 那我們常常講說 連真不要碰到煞行 不要碰到劃劑 不然他就容易去想一些 不對的事情來做 不過呢 聯斧不要碰到煞行這件事情 有兩個解決的方案 第一個你聯真劃路 第二個呢 聯真加天賦 有天賦心管著這個聯真心 狀況就會好很多 剛好 聯斧在這邊 也就是說 這顆聯真心是有天賦管著他的 然後補上一顆陀螺心之後呢 表示說啊 你明年那個各種的理財跟開銷 原則上都要相對的保守 好好的做 穩定的投資理財就好了 對公的七薩心呢 會讓你覺得啊 有的時候你會希望 想要做些什麼 但是千萬不要 如果他是倒過來的呢 而七薩在這邊 聯斧在這邊呢 這陀螺心是影響那個七薩 所以你會同時的希望自己在 錢財上要有一些 更好的突破 能夠做一些事情 可是同時你又要很猶豫 你這樣做對不對 那一樣的呢 當陀螺心在財博公的時候 尤其是運線的時候 你很容易在那個運線裡面 做了很多決定啊 是錯誤的決定 所以你必須要去 相信你這個沒有碰到煞心的 聯真跟天賦 做穩定的投資 買穩定的保險 或者是買那種啊 怎麼樣他都不會倒 或者是即便是股價掉到亂七八糟 他都還有很多的獲利 像最近很多人在講說 那個航運股啊 掉了亂七八糟 可是問題是 航運股他即便是股價掉 他本身獲利還是不錯的 你就要去做那種安全的配置 小問題是啊 如果說你自己本身在經營事業的話 而他不只是進來一顆陀螺心 他可能三方式陣進來的呢 你可能還有 聯真化劑啦 明年剛好是陽子在這邊 如果你這個位置呢 本身又有殺劑的話 那表示你事業 跟財上面可能都有些問題 那這樣子的人呢 明年也會有機會 會跟銀行借簽 因為聯真跟天府都會代表金融的機構 你會覺得跟銀行借簽 那能不能借呢 如果這邊有花錄 譬如說你有聯真的錄啊 或者是說呢 你的這邊 因為這邊明年所有人都會有一個陸村 這邊的新藥呢 沒有其他煞季的話 那明年跟銀行啊 有一些往來甚至有一些借款應該狀況就還好 也沒有太大的風險 那再來第三組是什麼呢 第三組是武攤的這一組 武攤的這一組 武攤這一組在明年因為 人年無許會花季 所以當武許在這邊的時候呢 這組人會是 整個六個組合裡面呢 明年會很想要賺錢的一組 我總是覺得啊 我希望可以擁有更多 因為武許在這裡對公是貪狼 我賺錢的那個內心世界的福德公呢 有很多的慾望 而武許劃季呢 我又覺得說 我好像錢賺的不夠多 我會很認真的去拚命賺錢 因此呢 如果他除了這個武許劑 然後呢再加一個陀螺 那沒有太多薩的時候呢 基本上呢 這是一個明年認真賺錢的格局 可惜的是因為他放了一顆陀螺心 即便沒有太多的薩 他也都是那種賺起來會有點辛苦的 但是沒有關係 雖然賺的辛苦 但是因為呢 明年有個天良的路 所以啊 總是會有好的成果 也就是明年這是一個 努力奮發 認真拼搏 就會有收穫的一個祝賀 如果他是顛倒的呢 武許花季在這邊 而太郎在這邊呢 他就會變成 我有很多的想法 可是呢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是呢 我又希望呢 我可以賺錢 這是一個比較糾結的一個組合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會建議說啊 你內心有很多的想法 可是你必須要去選擇 那個最務實的那個想法 太天馬行空的不要 去選擇自己的技術 自己的認知 自己知道的事情 而做得到的事情就好了 應該也會有一點點小小的 賺錢的機會 天童跟巨門 如果天童在這邊 巨門在這邊 明年啊 基本上啊 大概錢都是拿去吃喝玩樂 因為你也不會希望說明年要 自己啊 在財務上面要什麼很大的 偉大的夢想 跟衝鋒先生的事情 對公這個巨門呢 你本來也就是覺得 在理財上面啊 如果去做什麼衝鋒先生的事情 或是做什麼投資 這是有點不安全感的 那這個沒有關係 下一個60甲子呢 已經逐漸的在穩定了 可是明年 已經依然是在動盪的狀態 它已經逐漸逐漸會穩定了 可是這個逐漸穩定呢 還是在小動盪的狀態 那開開心心快快樂樂的花錢 那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如果顛倒過來呢 天童在這裡 而巨門在這邊呢 這個會比 天童在財博宮的 會稍微糟一點 也就是說 我自己的內心 對於金錢沒有安全感 常常呢 不由自主的會去破財 可是我又不願意去 有太多的努力跟奮鬥 兩組的差別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心情調適好就好了 天童的那組 他會很快 就調適好心情 哎呀 反正日子就是這樣過 我這樣也很開心 巨門的這一組呢 他會有一些些的不安全感 不要被這個不安全感所 攻擊跟打擾 開心的過日子 總之呢 這個組合呢 在明年齁 除非你有遇到什麼天童畫圈 巨門畫圈 或者是說 你本身的天童跟巨門 都是帶到路的 然後很好的組合 否則都會建議明年 就是快快樂樂過日子 錢 要畫在自己身上 只不過把錢轉換成 你喜歡的形式 他並不是不見了 那個破財也就不會存在 指向跟破均這一組 指向跟破均這一組 坦白說 就是說在財博公上面 尤其是破均星 在財博公的時候 你都會希望你在理財上面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一些想法 尤其當任年的時候呢 只會畫圈 所以這樣的組合 只要你不是大限太差 本命太差 你通常會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你會希望要創業 然後會希望要有一些不一樣的 賺錢的管道跟方式 自己的事業 可惜的是 陀螺星會去糾纏你的那個想法 如果說你是破均星在這邊 而指向在這邊的話 我會建議說 就乖一點 明年不要亂來 破均星有很多的夢想 但是很多夢想 碰到陀螺星在糾纏的時候 然後你又希望說 你要像對公的指揮星那樣子 好像自己很不一樣 那這時候往往都會失去理智 如果他是倒過來的 指向在這邊 而破均在這裡的時候 而指揮在這個時候會剛好是劃權的 這組呢 坦白講你如果真的想要去創業 省慎評估之下 其實可以考慮 如果你的這個位置呢 裁剖公 然後官路公 命公 然後隊公 這四個位置呢 你如果剛好還有碰到桌府右臂 或是魁躍的話 再加上呢 你有一些 錄存啊 劃錄啊 在命公或是官路公上面的話 那創業是可以考慮的 甚至於呢 還會鼓勵你要去做一些過往 你所沒有嘗試過 或者沒有想過的事情 可是如果沒有這些條件的話呢 一樣的 其實明年是要保守的 最後一個 積良 明年因為走人 所以天良會化路 天良化路 在柴伯公 基本上都會表示老天會自動送錢給你 但是呢 這個的最主要的含義是 天良心獨作 也就只有一顆天良心 如果是兩顆 就是那種什麼太陽天良 天積天良 天童天良 這種的話呢 這個天良心只會是賺錢的機會 或是當你在出問題的時候 有煞心的時候呢 他會有一些救援 他並不是直接的 那麼直接的就是老天會送錢給你 那不可否認 救援有的時候 也會稍微送一點 譬如說你公司快倒掉的時候 會突然有朋友出現說 你以前借的我20萬 根據40年的利息 那我來還你200萬這樣子 也許會有這種東西出現 但是呢 他就是在一個救援的範圍 並不是在一個直接送錢的範圍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明年積良在這邊 積良在這邊 他要不就這邊空工 這邊天積天良 要不就天積天良 然後這邊空工 那這個很妙 我有一顆陀螺心 積良是最怕碰到 情陽心跟陀螺心的 他才碰到情陽心跟陀螺心 在某一些工位上面 都會被視為 容易那個 骨頭斷掉啊 還是哪邊受傷啊 那如果在財博工上面就表示什麼 財博工上面就表示說 你會有很明顯的這種 因為投資的決定而造成的順財 這邊有陀螺心在 那如果積良同工是在這裡 對公司空工呢 那表示說 這個積良其實可以借過來這個工位 那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我這邊有一組 天氣天良 天良化路 這邊有一組天氣天良天良化路 這樣叫做雙路交斥 有兩個路都存在 只是有一顆陀螺心 這表示如果 你在理財上面有 審慎的努力 跟認真的工作 基本上啊 是投資可以賺到錢的 只是會有些時候 腦袋不清楚 有一些投資的錢會不會卡到 那當然 這個部分呢 你就要去看你投資的那個月份 這個就是我們在新書裡面有講到 怎麼算你每個月投資的月份的那個運勢 那如果那個沒有買輸的也沒關係 你可以去看攻略1 裡面呢 會告訴你怎麼去算出各個盤上面的陸陽陀 不要再煞心太多的那個月份去做投資 基本上就可以躲得掉了 那如果說呢 你是積良在這邊 然後這邊單純的做陀螺心呢 那就會表示啊 2022年會有很多很多 你朋友啦 或者很多很多的那個機會啊 都告訴你說你可以做什麼投資 然後可以做什麼事情 但是呢 對面補了一顆陀螺心給你 你會不知道該做哪個決定 那不知道做決定的時候要怎麼辦呢 那就是不要做決定 2022年啊 任何來的投資機會通通都不要 但是呢 如果說你在之前 你可能就要買了保險 或買定存基金等等的話呢 在這一年呢 應該狀況還不錯 那這基本上就是 當你流年的財博公 碰到了陀螺心 你在糾結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呢 各組的心要 他所會面對出來的方法 那如果在本命的結構上面來看呢 其實你就要去看說 有一些組合 基本上啊 是不利於這種陀螺心存在的 譬如說天氣天陽這一組 如果你是本命盤的話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他如果是積良在這邊 那也許你運線不錯的時候 你可以有好的投資機會 那如果是指向跟破均的話呢 如果是破均在這裡的話 那要審慎的評估 如果是天同聚門的話呢 是不是說一輩子都不能投資呢 也不能這樣講 只能說你必須要去精算 你有哪一個大限 或流年的狀況是比較好一點的 整體來講啊 你在理財的事情上面 是比較不上心 比較沒有辦法跟人家一樣 就是很認真去把這個技巧學得很好的 那通常就會建議要去做穩定的投資就好了 穩穩的那種 而不要去求一瞬間的富貴 那如果是五攤這一組呢 五攤這一組其實我們反而覺得是不錯的 如果他是本命的話 你只要選擇一個很專業的 譬如說你對股票有興趣 你就認真研究股票 你對房地產有興趣 認真研究房地產 那其實在好的運線裡面 基本上會有很多的機會 如果是七薩跟臉斧這一組呢 除非你是七薩跟陀螺心同工 有的時候會太爆衝 衝來衝去 一下衝一下回來 一下衝一下回來 除了這種之外呢 如果你是臉斧在這邊的話 通常你的腦袋本身就會很清楚 陀螺反而 會是你告訴你自己說 我要把該做的功課做好 我才有好的賺錢的機會 如果是太陽跟太陰呢 在本命的財博工上面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常常會反覆不定 你的內心希望投資房地產 可是呢 外面呢 別人再說最近股票很好 你又想要去投資股票 你會有這種反覆不定的狀態 那反覆不定的狀態 該怎麼辦呢 一個當然是看運線 記得要買書 第二個呢 其實就是啊 研究好專業的功課 理財一定是要做功課的 而不是道聽途說的 即便是我自己出財運的書 那我也必須要告訴大家說 任何的賺錢的模式跟投資 都是要下苦工 而不是去用自己的命盤算說 啊我是不是太陰挖路 我適合買房子 這是絕對絕對很離譜的事情 房地產在大跌 像現在中國房地產大跌的時候呢 你的太陰不管劃幾顆路 你大概都是會跌倒 要從投資或是要所賺錢的行業上面 要下很大的苦心 然後呢再去評估自己的個性 然後再去選擇商品 新的書就是教大家這樣子的觀念 怎麼去分析你自己做什麼比較適合 什麼時間點自己運會比較好 然後要做文科 千萬千萬不要去相信 不管是命理學家也好 或是投資理所謂的投資理財專家也好 很多投資理財專家 大概講的都沒有我準 一堆跌倒 不要相信那些老師跟你講的 什麼商品都特別好的 或者是說你呢五行數什麼 你應該要做什麼 這些我可以跟大家說都是不對的 都是不對的 因為這樣子都是不合理的事情 明年呢有個好消息就是啊 明年所有人的紫田縣都有入村 沒有太意外的狀況 明年是一個大家都很容易有錢放進來口袋的 雖然 才不光會有陀螺 所以你明年就是會讓你覺得 好像有一些賺錢的機會 你才會再糾結你錢不知道該花哪裡 但是呢 這種是一個機會 所以希望大家明年都可以賺大千 謝謝大家